好 二號妹仔 二號妹仔就是我 我要介紹 我很喜歡小白鞋 那我先介紹最好穿的 我覺得最好穿的 最好穿就是跟凱希一樣 喔 那種這一款鞋子 我真的是買了超多雙了 我跟我老公就是都十幾雙了 因為這個Prada的鞋子 它看起來好像很硬 可是它穿起來超好走 然後皮超軟的 那多少錢 這個我也是在Outlet買的 Outlet也是一萬多塊 然後在裡面 我覺得最難穿的鞋子是這一雙 真的假的 我跟妳同一雙 我覺得它很不好穿 也Queen的 看到大家都有 這個是其實蠻多人推薦 是很好穿的鞋 他們家的經典 我覺得超級難 會嗎 還是因為那個小型 還是因為那是42號 它不是 就是你穿過他們家的 你真的其他家 你真的會覺得 真的沒有那麼好穿 為什麼呢 因為它更硬 所以它這個鞋舌 會頂到我這裡 就是它有一個弧度 所以我套上去的時候 再走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刮我的腳 沒有 但是差別是因為 Prada跟Miu Miu他們家的鞋底 跟鞋皮 本來就用的是比較軟的 可是因為馬克蘭 它用的是比較硬的牛皮 所以它本來就會比較刮 然後當初我也覺得 這好多年輕人在穿 是有多好穿 大家也說這很好穿 然後穿起來又很好看 穿起來腳很細 然後我去看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一款好特別 因為通常都是 馬克蘭的顏色都是在後面的地方 所以超多人問我說 這是我自己噴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上 上上個禮拜去看 阿妹演唱會的時候 它在漢神百貨旁邊 然後因為我們是很早的那一場 就是它六點半就開一場 所以它唱完之後 百貨公司還開著 我們就是因為太多人在等車了 所以我們就稍微在百貨公司 逛了一下之後 我就跑到他們家 那是妳的腳嗎 不是 對啦 欣梅姐姐說 既然花也要 就是要把她睡大一點 所以這一雙是10號版 對啊 還這麼大 你老公的吧 對啦 然後因為這一雙 我就覺得男生穿小白鞋 很好看 對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我覺得這一雙男生穿超帥的 就不管你穿牛仔褲 還是西裝褲 我都覺得超帥 然後他套上去的時候 我就說 買 真的假的 對 我就立馬買給我老公了 多少錢 3萬多塊 那也不便宜 那一隻就好了吧 穿一隻 他想穿兩隻 穿兩隻 三萬多塊的鞋 什麼時候可以穿到 可以是三線 阿滴哥穿過了嗎 他只有試穿 好像 好像穿過 你穿過 阿滴哥穿過 好可愛 趕快跳一套上手 好可愛 好可愛 不要拜託不要 他不能再跳上去 會靜止了 側面 你要不要把那個褲管拉起來 他就是如果男生穿那種 休閒褲有沒有 那會頂嗎 不會 完全不會頂 他很低奢 我覺得 很好看 然後再來就是 我就被孫芸芸的一張照片 就燒到了 他有 就有一次我在滑手機的時候 就看到他有一張 他的腳就是跨在 跨在一個窗戶那邊 坐在那裡 然後手上就拎了一個 Dior的包包 然後他的腳就這樣子 然後就是這雙鞋 暈暈的腳非常的漂亮 然後又很修長 所以他一套上去 我立馬傳訊息問Sales說 請問有貨嗎 他說沒貨 然後我那時候等了很久很久 然後到了上禮拜 哇 這麼新鮮 對 來了 然後我就說那有我的尺寸嗎 他就說沒有 然後他就說 那來什麼 對啊 大半號 OK啦 可以 然後我就說好大半號 你先幫我留著 我明天中午就去穿 然後我去試穿之後 有一點點大 但我覺得還沒關係 因為它是膏筒 我覺得裡面可以放一點 內蒸膏 對 然後我立馬就說要把它帶回家 所以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趕得出門 所以我又跟他講說 我可以放在店裡嗎 這是我昨天去店 就是再去從店裡拿回來 因為太好看了 那他有出就是 短筒的 然後他還有出拖鞋式的 那他夏天還有出最新的是 網狀的 然後很好看 但都沒有我尺寸 他們這一次的那個 就是這個系列的 都賣得滿好 對 那好好